下周是國立的7月4號到7月10號 其中7月6號是24節氣裡面的小數 在命理上就是6月份 睽畏月的開始 十二生肖我把它分成4組來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 豬兔羊 豬兔羊是不同領域得心應手 包括工作的內容也好 產業的不同行業也好 都是得心應手 所以非常不錯 郭敬軒的屬豬的 當然 其實我們看一下第二組 第二組 狐馬狗 狐馬狗是求新求變 更上層樓 那當然不錯 就表示現有的工作去改進 是給了三個贊的屁股 下面蛇雞牛 蛇雞牛更好 蛇雞牛在下個禮拜 花揮實力 弘利入袋 花揮你的才華 那弘利入袋 可能是自己放進去也可以 老闆給我也 也不錯 所以是五個贊的屁股 最後猴鼠龍 猴鼠龍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在下個禮拜 物態急躁 弄腳成鎖 所以就給了一個贊的屁股 好 我們蛇的生肖下個禮拜加碼 有三個生肖運氣最好的 首先第一個 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屬蛇的朋友 就是在這一組 五個青蛇的這一組裡面 其次第二 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是屬雞的朋友 相當的好 在工作方面 最後還有一個桃花最紅 桃花最紅是屬兔的朋友 屬兔的朋友如果沒有對象的 你就會找到對象 已經有對象的夫妻更恩愛 是 恭喜恭喜好好保護 下個禮拜的機會